今天看到 隨著整個企業的發展 然後甚至 我看到我們的經濟部 將在台中已經容納不下的 台中港那個煤灰 根本沒有地方到 結果決定輕易的 比較沒有規範的 就到到我的故鄉 這個就是第一選區的海邊 那時候我很大的 因為陳嘉華教授教我很多事情 比如說那邊海水往內流 然後那邊污染中金屬 我看到美國一樣 往下沉的時候 那將會壞我們彰化 這樣一個本來 那邊有黑狗 美食樓戶蝦的地方 看到他們實在是非常的無助 所以我就決心說 我要幫助他們 後來台中銀行大概是 前台灣遭受巨大的拋空 而至今還存在的一個公司 那裡面有 我很多親自的參與 那也得到很多 然後我就接著很多地方上 因為第一選區本來就是 我從小常去的地方 第一選區 河美陸港 因為我附近長期就是 太宗商營的 這個創辦人之一 所以他會帶著我到 台灣非常重要的 那些中小企業 製造業 然後還有農漁木業的重鎮 就是就在我們這個選區裡面 時代力量 能夠有楊博士的參與 我們感覺到非常非常的榮幸 也很高興 雅博士在美國 過去年輕的時候 在美國當了十幾年 IBM的工程師 為了這塊土地 回來台灣 經歷過在企業界 擔任企業家 也在大學 擔任過教授 最後 過去的十年 義無反顧的 投入了 守護彰化 這塊土地 還給彰化人 清新好空氣的運動 透過這次立委的補選 把它呈現出來 所以今天很高興 雖然作為 台中市黨部的主委 可是我們那時候 彰化辦公室 也一起在努力合作 那今天很高興 能推薦 楊博士代表時代力量 參選這次彰化的補選 我相信 這個 李柯阿伯站出來 我相信彰化一定有改變的可能